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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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凯有些不对劲 他开始早出晚归 还背着佳佳不打电话 而且以前他最喜欢佳佳帮他洗头 现在却不再让他动手 这天阿凯又一次洗完头匆匆离去 忍不住猜疑的佳佳拿过阿凯用的毛巾 疯狂地拧出水想看看阿凯心里的秘密 透过脏水 佳佳看见了让他心惊的一幕 水珠灵 他看到一个女人和阿凯暧昧的镜像 通过显示的门牌号 佳佳来到了阿凯所在的房间 他隐约听到两人的谈话 这让佳佳更加确定 老公出轨了 为了查出真相 佳佳把自己裹得隐隐实实地进了门 阿凯看到客人进来 熟练地拿出洗脚盆 这时的佳佳恍然大悟 阿凯早出晚归 静止因为在帮人洗脚 佳佳摘下眼镜 希望丈夫给自己一个解释 阿凯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便将整盆水都泼在了自己的头上 佳佳通过留下的水渍得知了一切 原来 阿凯一早就知道佳佳有预知能力 因为想给佳佳惊喜 便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做兼职 想早点实现佳佳开理发店的愿望 明白一切的佳佳气不成声 他只有紧紧地抱住阿凯 表达自己内心的自责 影片的最后 阿凯成为了知名的足疗心理咨询师 而在家负唱负随 成为了一名美发心理咨询师 影片完 那么 如果你也拥有这样的超能力 你想知道谁的秘密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洗发女的秘密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反而让他十分烦恼 因为 因为 这天 店里来了一个女 这天 佳佳在为 佳佳在为 透过脏水 佳佳看见了她 佳佳看见了她 阿凯看到客人进来 熟练的拿出 熟练的拿出 请 请 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